二十三头来自南非的长领路在云南生活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年里他们不仅安全度过了检疫期 还习惯了吃中餐听中文 在十一黄金周还开始尝试和游客亲密接触 十月三日云南野生动员长领路检疫隔离区 因为地面的湿滑而取消了长领路的室外活动 在宿舍里随着游客的到来胆小的长领路有些躁动 但无这手里的桑叶苹果木须草等中三美味 这些家伙们慢慢的安静下来 胆大的开始试探性的去吃 也可以接受游客抚摸他的头部 随着三四头长领路和游客的互动 宿舍里的气氛慢慢融洽 就是这种动物这样你跟说的 它比较胆小 反正需要一个实际的过程 我觉得可能随着以后慢慢的接触吧 它明明的胆子慢慢大起来 对游客肯定也会有这种好感 慢慢的 那个动画片里看的长领路 跟你现在看的有一样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 因为现在看的这个长领路 比动画片上的长领路还可爱了 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受 这么近和这么多的长领路在一起 但确实是感觉到他们的胆怯 所以感受进去之前我就教他孩子 不能大声说话 确实感觉这个野生动物跟我们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们回去还是要好好教育孩子 就跟家给野生动物更多的关爱吧 长领路属于群体性的动物 它们往往是五六头或十多头一群生活在一起 在受到危险时一般选择逃避 被逼到绝路时才会奋起反击 目前这二十三头长领路已经适应云南野生动物园的环境 环境和还有食物适应这一块 因为它从非洲来的 因为它在那边是 我们都是没有关着眼的 来这边我们让它适应 这个室内和室外的环境了 还有它在那边一般是吃青草 还有那些树叶这些 然后来这边我们还要让它适应这个 吃水果 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 人工制造的这些颗粒饲料 邮寄寿介绍 目前这些长领路适应的情况非常好 已经可以和游客接触 此外 几头年龄大的长领路已经有了发情的迹象 在经过一段和游客的适应性接触后 长领路将会在动物园指定区域内散养